你今天看到這個什麼 粽子 對 當然我覺得要到了 粽子有很多 有北部粽 南部粽 有潮州粽 福州粽 有各式各樣 甚至你還有那什麼東南亞粽啊 對不對 還有這個湖南粽都有 那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粽子 那粽子是一個你可以去品嘗 它不同包法 它不同味道 但不要忘記 我們吃粽子的時候很常會有 它所謂的醬 這個我們就一顆粽子 來把它區隔開 我們怎麼樣一口一個醬料 來看到底 這幾個醬料 它各自的特別是怎樣 對 我覺得很好 相當地好 你光這樣看 吃不懂啦 對啊 吃不懂 愛之威 這誰不知道 這個陪伴我太久了 我覺得這個 我跟你講它這一隻 我從小就有了 我有印象裡啦 但我小學的時候就有 但我小學的時候你可能 我大概二三年級 你才幼稚園而已啊 這個就突然出來之後 真的嗎 而且它很特別的地方在哪邊 就是在它之前 其實粽子就有這個薑 外面你去吃粽子 它就有一個薑 對 那但是 對 但是那時候不是這個 後來它出了這隻之後 大眾 從此一口定薑沾 不是 一瓶定薑沾 一口定薑是我們的 這太熟悉了 你 你會用這個嗎 愛之威 應該有吧 大家都有 對 你看看這是鑽石 蛤 你也用過吧 對啊 這真是鑽石 它是超愛吃粽子的 用這個來講 好吃 它一臉上就是番茄醬啦 可是它多了什麼 它多了一些 中式的味道進去 我覺得 把番茄醬稀釋了 然後再補一些 它上面有什麼香菇汁啦 就是我們大家喜歡的那些東西 昆布啊 加鮮味 對 昆布啊 比如說它如果有蝦米之類的 放進來跟番茄醬做結合 誰會不愛 一定愛的 蒜蓉醬油膏 現在到的PASS喔 PASS 我睡 沒關係 只要 只要粽子我都好 但我說真的 這個 我們不講品牌啦 但這個我基本上不太會用 我會自己切一切放進去 生蒜做出來 生蒜醬油膏 然後 一點香油 香菜 然後白胡椒 一點點 醬油 醬油膏是偏甜 不夠鹹 再一點醬油 辣椒 切碎 把它拌一拌之後 有點蒜蓉醬油的感覺 淋上去 我試試看這個 因為我沒有試過這個 蒜蓉醬油膏 脆 很喜歡吃到蒜頭在哪裡 它有沒有味道 有 它不是那種嗆辣味 但是我是喜歡那種嗆辣味 而且我們家不是吃這個 我們家吃糯米茶也會這樣弄 都是糯米嘛 尤其是那種白色的糯米茶有沒有 中南部那種的 那我就一定會這樣弄 但這個好不好 可以 你喜歡吃一點帶蒜味的 甚至有一些它是這樣子 上面還會再放那個 肉鬆 肉鬆 對 再放肉鬆 對 類似香 也就是這樣放 對不對 東泉啊 我剛剛講就有了耶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說 我最瘋狂吃粽子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不是端午節 端午節是每個人都瘋狂 游泳池 以前有個游泳池 大家應該都忘記了 以前啊 曾經有一個人 因為那邊附近溺水 他跳去救他之後 他不幸溺斃 於是就有一個游泳池紀念他 他就叫做 再春游泳池 沒有人 真的 我講真的 他在哪邊 他就在原山下面的高橋橋 下面的一整區以前 就是再春游泳池 為什麼粽子 他那邊就有在賣粽子 五塊錢一顆 我開玩笑 但是粽子 你知道多神奇嗎 裡面一塊肉都沒有 他就是單單純的 就是糯米 你知道 五塊錢一顆 我也可以吃六七顆 對不對 游完泳 游完泳這樣吃 這樣然後手又游有沒有 嘴游 我這樣吃完之後 放在那邊再吃 從早上大概 大概九點多 我進去一直游到天黑 我總是要吃五六顆吧 對不對 然後游完之後 我們那時候家住劍潭 我還找我堂弟他們一起 游完泳之後 然後再一起回 走路回家 躺在我們家沙發上面 開著冷氣 等六點 看卡 無地鐵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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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東泉就是很奇怪 它就有一個東泉味 對不對 東泉辣醬味 嗯 然後你只要跟台中那邊附近 台中常常常講 我有當中 我全部都沒問題 就很奇怪 什麼都加好了 不是有種子喔 它那黑白切有沒有 黑白切旁邊也有 對不對 乾麵也有 湯麵都加 湯麵也加 這個也是 東泉這隻也是嚇死的 你要是把這個拿給台中人 對不對 在艾滋味剛剛拿出來 台中人全一面倒 倒這邊 對不對 肉丸也會放啊 油桂也會放啊 對不對 所以台中吃整個桌子 最多就東泉 那個什麼什麼都 一桌一桌黑 黃黃巨大 海山醬 嗯 嗯 也有人在艾滋味 我是一個人吃粽子沒有穿過 那我也沒有 但是海山醬就是大家講山生海味 但這隻也是有粽喔 對啊 有點批很熱愛的 對啊 它其實海山醬就跟甜辣醬一樣 甜辣醬也是有海啊 昆布啊 對不對 一滴不投 嗯 就甜辣醬海味多一點 但我說真的喔 如果你對 艾滋味那隻不是那麼 堅定的熟悉 有人加這個給你說 這艾滋味喔 真的喔 很接近味道 就它味道稍微 比較濃 顏色比較暗一點 然後味道其實蠻接近的 可以 海山醬 花生粉加香菜加蒜 對啊 也有人這樣吃啊 這就南部很多 那個王季那個嗎 是王季嗎 在那個巴仔路上那一家 對 對 它就這樣吃啊 彩音樂革命 對啊彩音樂革命 它就這樣吃啊 你要把它拉一拉 怎樣 要拉 這不是這樣沾著吃嗎 我只要看到有東西要拉 我就不想拉 就在那個 那個什麼 咖哩飯不想拉 肉飯我也不想拉 幹嘛 一定要拉是不是 不拉還是拉 不拉 你看 我拉 我也不拉 我跟你講這樣 咖哩飯我不拉 這樣我會拉 沒有 我們先吃不拉 再拉 好 我看現在傳進來看的人 都不知道我們在聊什麼 先不拉 我們先是不拉再吃拉 這什麼東西 可以不拉嗎 你怎麼在講什麼 現在傳進來已經不知道 先不拉 你不拉 怎麼會都沾得到 你這個醬不就沾了 豬血糕 你不要吃那個豬血糕 豬血糕 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的話 醬汁還會再加剛剛的冬犬 它就有鹹有辣 就豬血糕了 那就真的是豬血糕了 嗯 欸 不拉很好吃耶 來 你給我一個筷子 我不拉給你吃一口 拿的問題是什麼 賣相不好看 嗯 花生粉的香氣會被它吃掉 會被那個醬油 嗯 花生粉的香氣會被醬油吃掉 我這個是角落 是新的 對對對 要講 有沒有 我現在有沒有 現在柴下去 完全沒有碰到我剛剛接觸到的 你剛剛都是用筷子啊 沒有關係 對 但他們會 他們會在意 先沾醬 豬血糕 不是 花生粉 然後香菜 豬血糕 真的是豬血糕 你吃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豬血糕 你一吃就覺得 我從現在開始不拉 對不對 豬血糕 如果眼睛閉著不知道在吃 粽子 對啊 就豬血糕啊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吃辣的 但是我香菜也會發酵 都好去啦 邰哥 不好意思喔 文明哥 不好意思喔 這兩個完全不吃香菜 但粽子跟香菜真的蠻搭的 當然 粽子跟香菜搭 油飯跟香菜搭 誒 現在買很多油飯沒有香菜的 因為香菜貴啊 不一樣 你再吃一個不拉的 要來吃一個拉的 真的從現在開始就不拉 因為花生粉的香氣 跟香菜的純粹度會吃掉 對不對 一進去就是醬油膏 對對對 它一進去就醬油膏了 所以是 還是建議大家 你可以決定 拉或不拉 但是先不拉 再吃拉好不好 吃拉叉醬 我就吃到它一定會出來的啊 因為鞋子現在還蠻多的醬油膏 這可以啦 這條辣 嗯 會 跟粽子搭會太heavy呢 我不會啦 會搶味嗎 因為我喜歡吃它啊 因為我喜歡吃它啊 還蠻好的耶 赤拉叉也是 泰國的愛滋味或是泰國的東泉 會說泰國的萬家鄉吧 對不對 哪邊都有 國民醬料 你看喔 有一種是 比較透明的 然後那個是比較甜的 那個是濃 你要認名 這個 看不懂 不要認它 這個 看不懂 不要認它 認名什麼 辣椒旁邊有大蒜 任何品牌 只要辣椒旁邊有大蒜 就差不多這樣子 它就是這個味道 不見得只有這個牌子 泰國有很多這種牌子 但你只要看到有辣椒旁邊 有一個 蒜頭的 就可以 這可以啦 可以耶 我這樣配一配 剛好一顆耶 那醬不錯耶 我覺得你就買六七種醬有沒有 一顆醬配一配 它粽子每一口都不一樣 每一口味道都不一樣 對 我覺得很好 相當地好 但是要買很多醬 對 要買很多醬 這個就有點都市傳說的味道 就是有什麼 有三九三六 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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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泉 加 蒜蓉 加蒜蓉 加胡麻 你光這樣看你覺得合一合 不合一 吃不懂啦 這樣 我來吃 吃不懂 這兩個沒問題啦 因為它 胡麻醬你要看你買什麼啦 我覺得 品牌很重要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胡麻醬 它是什麼 它是 淡沙拉在用 它裡面就有美乃滋 那 它就 美乃滋就是美乃滋 而且美乃滋它不是 像這樣子的胡麻醬 對我來說 好比說你不要想這個 你用這個胡麻醬 跟麻醬 都是做成麻醬麵 這不好吃喔 這會很奇怪喔 那但是麻醬去做麻醬麵 會很好吃喔 對不對 胡麻醬跟麻醬不是等號 但它 如果跟蔬菜比起 沙拉 放在一起 甚至燙熟的菜 對不對 你把它放在一起 涼菜 燙一燙涼了 它很好吃 麻醬不好吃喔 反正你要從進調 你想麻醬麵那個麻醬 其實不搭 那它是它 所以它spose出來 它就是 佛什麼 它就是佛 這個 沙拉在吃的啦 冷菜在吃的 那它本身會帶一點酸 因為為什麼 你要有點像檸檬酸 你吃沙拉才有這個味道 所以這個再加這個 它就有一個很不自在的酸味 我啦 我老人家 老人家吃不懂 那我也沒有辦法 有一些新的 好比說這兩個 組裝起來 如果說這個跟這個組裝起來 我會再加一個東西 跟它有點像的東西 但我覺得一定會比較好吃 再加幾滴香油就很好了 對 它的香氣就上來了 對不對 有辣有這個 這老人家 老人家就是這樣 我們沒辦法突破 我們沒辦法創新 對不對 我們就這個新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 對不對 不是它不好 你如果覺得說這樣吃 你開心 就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美食深入報導 那我們把這個大範圍縮小了 那很開心我們今天有業配進來 這個業配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因為我們可以吃到這麼多的醬 最主要是我們有一個很棒的粽子 可以業配進來 讓大家可以讓我們了解吃粽子搭配醬是怎麼樣 我們這業配的廠商也很特別 來 拿進來 就是我們 我們的農粽又開始了 每年大家都會期待我們的農粽 今年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控肉梅干粽 這個是我朋友非常喜歡的 它就是梅干扣肉把它做成的粽子 這味道很棒 然後再來是鮮肉的蛋黃粽 好 我們已經開始預購了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家農粽 去年覺得喜歡 前年覺得喜歡 今年不妨你再試試看 那你也可以在家裡面 跟你的朋友玩一下 到底粽子該搭配什麼樣的醬 一顆粽子配六種醬 你有六個不同的滋味 好 大家試試看農粽 鄭重對見 謝謝 謝謝